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球冲向进区 对门将来说这完全没有难度 正在拿球 等待队友的跑位和拉扯 球朝着门将方向去了 传给了王珊珊 打破平局的机会 射得漂亮 扑得也很精彩 球传到了禁区里 暂时化解了脚球的威胁 张锐 看样子裁判是认为有犯规发生 推定的比赛 边线球 选择打门 这什么运气啊 就高了那么一点啊 张锐 球交还给了张锐 很强硬的拼抢啊 有机会打反击 好机会 二次进攻来了 漂亮的扑球 不过球还在场上 你看 只要你足够优秀 就连防守都能看得人是激情澎湃啊 赫格 贝格 这球没能过门将这关啊 这种扑就复合大家对他的期待 嗯 直接开到了禁区里 掏球攻门 哇哦 这球顶得太有威胁了 不过门将太神勇 是 应该能找到队友 打破平局的机会 他们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球 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 整个右手转弓的过程非常流畅 最后还修了一下脚法 推射 将球打进 将局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用积极的铲球破坏了这球 一次绝佳机会 这个抢段很漂亮也很及时 他背后就是球门了 但是没 这球居然没进 补防太及时了 哈哈 他的反应实在是太快了 嗯 马伦米尔德 我们看这次抢段的时机很不错 绝佳的反击机会 防守队员到位有些慢啊 看看出球的效果 赫格伯格拿球 他们重新拿到了球权 王双一脚精准的传递 球进了 分差扩大到了两个球 进球都回放来了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他是如何突破对方的防线 最后他们选择了推射 脚法控制的恰到好处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艾美丽 哈维 队友前来支援已经到位 他们把球控制在自己脚下 但是转眼呢就把球权交给了对手 给了对方一个界外球 英格里德恩根 博里萨 穿过了对方的防守 千军一发 还好有他 张欣 张欣 老家慧 双妹子 王双拿球 机会非常不错 幸好有门将在啊 小球直接开到了门前 看起来很危险 这样的传球可以多来几次啊 球直接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被挡了出来 门将成功跨解了这脚远射 中国姑娘们没能控住球 阿达赫格伯格 阿达赫格贝格 阿达赫格贝格 普罗赖腾 球被拦了下来 好的 这条跳传穿越了对手的防线 火力全开啊 分差已经被拉开到三球了 一脚精准的过顶球 直接找到了前方的队友 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 上半场真是一边倒的局面啊 再办事宜 不是一分钟 双妹子往上拿球 抢在对手之前拿到了球 哨音响起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比赛继续进行 中国女组带着领先的优势 展开了下半场的争夺 股罗赖腾 双方交换了控球犬 可以起脚了 这脚上门没有打进去 再办案做出了犯规判法 艾米利哈维 一次成功的抢断 终结了对手的进攻 重新拿到了球 扇给了王珊珊 拿球的是马努姆 艾米利哈维 好的 抢到球了 艾达赫格贝格 赫格贝格收门 门将俗打了进球 刚才那个犯规没那么简单 现在裁判是不给他一张黄牌 一张黄牌 脚球开出来 到了禁区中央 有机会 弗里达 马努姆 还在继续搬带 向前推进 来判 判罚了球门球 他们又拿回了球权 身边有队友上来支援了 赫格贝格的机会 你看这个球权又大又远 有了 再来看一次进球回放 这个球权的实在是太到位了 直接穿越了对方方线 最后还修了一下脚法 推射 将球打进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比1 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30分钟 楼佳慧 进球的机会 这个抢断很关键 球门面临的危机解除了 并且他还拿到了球权 这是个反击的好机会啊 球传出来了 结果啊 就是没有结果 这位是艾达 赫格贝格 观众都在喊可以打门了 球打到合量上改变了方向 直接弹回了场内 这次进攻啊 没有起到效果 这个球非常可惜 最后是对方的门框 化解了他们的进攻 我看到替补西上 有队友都站了起来 哦 然后又很郁闷地坐了回去 视野非常开阔 挑了一个过顶 能追一个回来吗 打没有把握好 这次绝佳的单刀机会 球队依然是落后两球 比赛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他们扳平比分的希望啊 越来越渺茫了 如果连这么好的机会 都把握不住 哎 何谈扳平啊 是啊 这个球要是没断下来 这后果就很难说了 挨打赫格贝格 打穿了对手的防线 赫格贝格的机会 球进了 他们后期发力 看起来有点效果 现在只差一个球了 这个球充分地说明了一件事情啊 有一个好的传球手 进攻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 拿到这机会啊 当然是不错过的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三比二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三比二 位置非常好 球进了 林田佑志扩大到两个 好的传球手就是这样 只要一出脚就能创造威胁 哎 就像这个球一样 最后的这条推射更是漂亮 简直球场上无限的艺术 双方目前战成了四比二 预判了对手的球路 成功拦紧 双方拼抢时把球碰出了边线 第一落点没找到队友 找到了防守队员 现在就是反击的大好机会啊 这次的机会非常好 这个机会本来是非常好的 但是防守队员抢先将球破坏掉了 往双 往双 漂亮已经领先三个球了 现在可以说留给对手的时间不多咯 我们现在可以再看看这个进球 门将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距离非常近 在这个位置对手不会坐视良机的 比赛快结束了 比分一边倒 没有悬念了 比赛快 铲得很漂亮 对面的接外球 他们同时换上了两个地步队员 马伦米尔德 马伦米尔德 现在汉森 进去里面对大门 漂亮的扑球 不过球还在场上 这球还是进了 门将这第一下扑球已经很精彩了 这补射无能为力啊 尽管有人会说 只要丢球了门将都有责任 但是这一次我不得不说 门将真的做得足够好了 他的扑球很精彩 只能叹息运气不好啊 比分被改写成了5比3 常规时间5分钟倒计时 这球其实可以继续走边路啊 双妹子王双拿球 王双倒分的机会 幸好这球被封堵了 remarkable 挪威姑娘们都不能控制住皮球 看看这次能不能转换为进球 好了 there's his 他今天这个状态真是全红啊 球迷也跟着他非常兴奋 两只锋利的毛真是互不相让 裁判示意补失两分钟 比赛还没结束 球是他们的了 又一次把球送了出去 全场比赛结束